男人站在火车轨道上 随后转动手上的左轮手枪 一拳打向迎面而来的火车 转眼间便让这列火车分崩离析 这是个头上长着左轮手枪的改造人名为十三 在战场上他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杀人机器 可是在和平年代他却过得穷困潦倒 为了生计他开了一个事务所 没有生意的他在外面到处溜达 看到路上似乎出了点状况 凑过去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个改造人掳走了一个小孩 而丢了小孩的修女看起来并不着急 反而显得很冰冷 现场散了之后十三就回到自己的事务所 打开门却发现这里被弄得一团糟 因为有一个改造人闯进来了 这个改造人看到十三头上长着一把枪被吓了一跳 就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头也很奇怪一样 看到他搂着孩子才知道 他就是刚刚在路上掳走孩子的那个罪犯 十三正想要报警把他带走 可他却苦苦哀求不要报警 还没等十三报警警察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他们一脚踹开了大门就想闯进来搜查 可十三却挡在门口摆出一幅要跟他杠到底的样子 警察见这枪头就知道不是好惹的人 只好乖乖地说是为了抓一个改造人 十三一口否认了改造人在这里的事实 警察见他不配合便说知道他是个过度改造人 需要虚可证才能正常生活 如果不配合就让人吊销你的虚可证 到那时候能不能活着就难说了 可十三却威胁说既然不能活着 那死之前拉一个垫背的倒也无所谓 警察知道十三有这样的能力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随后又迅速地埋伏在房子周边等于上钩 改造人问为什么要救自己 十三回答只是看不惯警察那副蛮横的嘴脸 实际上是觉得是有蹊跷 他见此情况便把手里的孩子放了下来 说自己去引开警察 委托十三把这个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藏起来 十三的事务所本来就是干这些事的 只要有钱赚就能接 谈拢之后那个改造人便从窗户跳出去 把所有的警察都给吸引走了 十三打了一通电话联系朋友借个地方藏人 可他来到现场之后竟然有个人比他先到 原来他就是当时在现场丢了孩子的那个修女 他说这个孩子名为铁朗 是他们孤儿院弄丢的孩子 可是十三不理解区区一个修女 又怎会有胆量来这种危险的地方 嘴上口口声声说着关心这个孩子 可这孩子的腿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脚筋被挑断的伤口呢 这明显是为了防止他逃跑而做出来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从来没遇到过一个普通人 看到自己的枪头会如此淡定 修女见他不肯把人交出来烦躁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脱下外套准备让他死在这里 十三质问你不怕打死你要的孩子吗 可他却说只要没打到要害部位就无所谓了 十三发射一颗烟雾弹阻挡了他的视线 成功逃到墙角保住了孩子 女人的枪法非常精准 因为他的眼睛是经过改造的一眼 见十三迟迟不出来便对他进行嘲讽 说他头上的那把枪威力虽然大 可没有人在后面开枪就啥也不是 十三无法忍受一个女人这样羞辱自己便走了出来 先前的改造人突然跳到女人身后 一把将他死死地搂住 让十三赶紧带着手里的孩子逃跑 女人启动一眼对着天花板射击 一下子就反弹下来打到了改造人的辅助脑上面 核心部位被击中瞬间就失去动力了 随后被他补枪击中大马 从高处掉了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十三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 疼不出手的十三在女人面前就是个带宰羔羊 他本想让三个人全都一起掉下去 然后再下去打到小男孩的尸体 可十三却不愿意这么做 他认为既然已经接下了保护男孩的尾托 那么就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随后便放下小男孩暂且让女人得到他 他们摔下去的地方原来是一条下水道 十三并没有摔死在这里 但是枪头里全都是水让他很是难受 看向前方才知道改造人已经摔了个半死了 他为了保护十三把自己的腿都给摔断了 十三借此机会询问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 他解释说那个修女开了一家孤儿院 他们是以孤儿院之名收纳孩子 随后再送去被榴莲公司当作做实验的小白鼠 而那个小男孩的身上则被植入了 用于远程操纵改造人的芯片 也就是说眼前这个摔个半死的改造人 实际上就是那个小男孩铁狼 在控制改造人期间 肉体基本上是没有知觉的 但还是能轻微感受到 肉体在交通工具上的震动感 他以前在公司里被挑断手脚筋 还被夺走了生蛋 昨天他找到机会控制了这副身体 于是便用这个身体抱着自己的肉体逃了出来 可路上的警察却把自己当成了掳掠小孩的坏人 虽然逃到了现在 可肉体还是被抓回去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还得继续作为小白鼠遭到飞人的虐待 话还没说完机体便损坏死亡了 可是要知道十三已经接下了保护男孩的委托 哪怕是被抓回去了那也得抢回来 于是十三便来到了火车轨道上 启用增强的钢铁拳头 大批守卫出来发起反击 可这小角色哪能跟这个战场死神做对比呢 三两下就被搞定了 十三八开火车再次见到了那个女人 女人仍然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人 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两发子弹打过去十三都懒得躲闪 之前要不是为了保护铁朗 才懒得躲着玩具枪吗 随后直接走到铁朗跟前呼唤铁朗 让他像自己说的那样 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行动 铁朗在他的呼唤下开始动了起来 使用嘴里的远程操纵装置 控制了一旁的工作人员 见铁朗仍然有生命迹象便放心了 轻轻碰一下就干掉了这个女人 随后拆掉他身上的枷锁 完成了解救任务 热词通过来依赖了之后 哲郎的善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